哈喽大家好我是Kony 今天这个视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NFT NFT目前是比较火热的哈 整个这个市场一直在上涨 然后很多人都在参与 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还是不了解NFT 当然我这个视频主要不是说去讲NFT是什么去 解析它是什么东西 而是我们怎么去玩 以及一些注意的要点 当然你想要了解NFT是什么东西 它的解释它的这个定义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去网上去搜索 百度也好或者说谷歌也好 这个YouTube视频 或者说其他的都有很多人 很多这个讲解文字的视频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搜哈 我这边的话最主要就是讲一下NFT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这个玩NFT这个风险很大吗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讲怎么去玩 好好这边就要续知 那我的视频前面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续知投资 有风险哈 不管做什么你需要有风控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OK那我不是专家 我只告诉你呃我做的事情 或者说我的建议我的观念 那你要自己去做判断和研究 对自己的每一笔投资负责 OK 那NFT的话 我们就经常就开玩笑的会说哈 就你玩DeFi DeFi也是差不多去年这个时候比较火 呃开始这个走进这个大众视野嘛 那么NFT他其实跟DeFi是几乎是同一时间哈 就是 获得了更多的这样子的一个关注 但是DeFi的话 我们所说的风险就是呃你可能就是资产会缩水一半 但是NFT他可能就可能会归零哈 这个风险还是相当大的 然后我一直跟伙伴们就是说 如果你不了解一个东西的话 尽量不要去碰你要去学习你要去了解 那你要知道他的他的现象的背后的本质是什么 OK 我们来看一下玩NFT基本上就是两种方式啊 一个叫Minting一个叫Trading Trading就是交易啊 Minting很多人可能不太亲 Minting就是你从字面上了解就是他的就是你去去去去查这个翻译的话 他Mint就是这种造币哈注币的这种字面意思 那其实在NFT里面Minting就是相当于呃IDO ICO哈 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啊 那Minting阶段的风险还是蛮大的 就是说啊你就是当一个项目出来之后 那很多人会觉得新项目它是一个很大的机遇哈 就是参加IDO或者ICO哈大家都喜欢包括你股票里面的这个 叫什么这个思目哈都喜欢就第一时间进去或者说在别人还不知道时间 我就第一第一手啊就就第一时间进去了 当然这个风险在NFT里面啊同样的意思啊这也是就是在大众还没有知道的时候 或者说还没有啊进入到就很多人眼帘的时候 我就可以我就开始这个Mint这个币了啊这个NFT了 那么呃呃其实在所有的这个NFT里面哈啊 呃你能够涨到高价他只有10%所以我觉得Mint的话你可能也是在 赌吧啊有一种赌博的成分在里面 当然你还要了解他这个背后的团队你要会去选择 可以一个Minting一个Trading我们来 就是这两个呃就是这两个 方式去在这个NFT里面去玩 OK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那Minting或者Trading的话我们怎么去选择我们怎么去选择这个呃 呃因为他这个叫什么我们叫系列哈很多系列啊 等一下我我给大家去看哈 首先我们要找的是什么总发行量少于一万的这个这个很重要哈 呃都知道越少啊数量越少越珍惜 所以他的价格的话相对来说会有可能就是上涨的这个空间会大一些 那么呃之前火爆的这个Ether Lambos就1600的发行量 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去参与山寨版的系列 那之前我们有看到这个party penguin就是企鹅系列 然后后面就出来了很多这个我当时也是就是在学习 然后去搜索这个penguin 一下子出来很多的penguin啊 发现很多这种山寨版的呃就是那种copy的哈 不要去参加那种我们就参加原始的第一个出来的那个版本 ok 然后第三个不要花太高的成本在minting啊因为我刚刚就说了minting的话他相当于在ico哈 相当于ico就是你真正能够涨上去的哈只有10%左右啊你其他的基本上就可能没有人去接手 没有人或者说没有人去接盘所以你不需要花太多太高的成本在minting 最大的这个交易市场就是opensea哈opensea的这个平均floor price是0.1到0.2个eth 那如果说你看到这个flow price已经达到0.5eth那就风险很高了哈不建议大家进那最好的在minting的阶段最好切入点是不超过0.03个eth哈就是相对来说风险会小一点 那么第四个你要看他nft的应用场景以及他是不是有将来的一个规划他是不是有游戏上线哈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些用途他当然规划嘛这个东西项目方都会去写那我们就是要懂得去 就是还是要去识别了那一第一个识别第二个就是啊去了解一下项目方是怎么样的 而第三个就是自己的一个判断了哈因为所有人都会画蓝图 那第五个你要看他的社群社交群组比如说推特啊电报群啊以及discord啊写错了discord discord最好是在这个群组哈最好活跃人数在5000人啊你要看到推特的关注人数包括discord包括电报群组他里面有多少人 ok那第六个就是通缩通缩机制哈我们现在有一些通缩这个我在我的电报群频道里面都有提到过了哈通缩机制的一个 啊他是一个也是一个创新吗因为nfd他也避免不了这个通胀的通胀的问题啊泡沫很大 啊所以现在出来通缩机制我首先出来的啊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的啊 啊一下子忘记叫super什么东西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那个那个已经结束了啊那个的这个mint已经结束了 现在马上出来是square catssquare cats的这个面接我有发在电报频道里面哈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啊我这边顺便提一下我我有一个这个电报频道大家最好就加进来因为有很多时候我第一资讯会发在这个频道里面 因为录视频的话他需要比较长的一个时间那我发个信息的话可能就比较快那我这边的话都有写这个啊 sqare cats然后呃他的一个通胀啊这个叫super super bonus啊第一个这个是super bonus 大家可以关注这个频道那频道的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然后呢我们要看一下注意要点哈如果说他价格已经达到了四个eth那就几身进入了为什么呢因为呃我们都知道哈他这个nft他是一个不可切割的他是一整体啊 non-fungible啊就是nft的一个特质呃他不像说btc啊或者eth我可以就说我买0.1个或者0.0我买不起我就买0.001个我都不买了 你都可以去买eth也是一样所有的这个币呢他是可以就你可以就是买他的一小部分但是nft他是一整个出售他是一张图片哈那么他达到多少这个eth的价格啊他只能是整块出入啊整块的去出售所以当他达到四个eth的时候散户呢他是比较就是一般来说他是承受承担不起的那后面进场的人就越来越少了那你现在风险就是在这里了哈啊我们下面看 看第二点就如币交易啊他也是nft是可以去交易的但是nft他不可分割要一整个出售所以到了高价位的时候比如说四个eth以上那进来他交易的人就少了那特别再到高高价位的比如说几十个上几百个eth那种交交易的话就是以参与者的话就是以那种巨金啊 金鱼为主就是手上会比较有大的这种数字资产的这部分人或者这部分机构为主了所以这个一定要小心哈就比如说你你如果说零点一个eth进去然后涨到一个eth也涨了十倍了哈就是适合的时候就把它出售掉然后它的风险就在于你有可能啊就是你要选的时候选一个你喜欢的哈 因为有可能你要拿在手上拿比较长的时间所以这个就是大家要注意的它的一个风险啊就说白了就是没有人接盘哈你这个特别是价格越来越高的时候没有人接盘了你这个你买的东西你就要拿在手上估计要拿很久哈如果你买的是这种山寨系列的更不好出手了嗯 好然后这个呢就是哪个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相关的一些网站他这个是open c的open c这里有个top nft top nft我们在这里的话是可以看到他的一个flow price这整个系列他flow price已经达到12.4个了所以基本上就就玩不起哈 啊大多数基本上散户是玩不起了哈这边还有38.99的哈我们可以就是这是一个top nft的当然他的这个涨跌你是可以看到哈他的一个趋势走势哈到你如果说要买的话我我们当然不能去买这种这种比较flow price比较高啊这边还好0.6个啊当然也蛮高的这27.8个啊超过25的你进去的话真的是风险很很大啊除非你真的是 一个艺术爱好者你就是为了长期收藏的ok好我们来我们去看一下怎么去交易怎么去选择哈 我们最常用到的工具哈在nft里面一个是open c啊就是这个open c还有一个是哎呦 sorry 这个rarity tools啊这个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哈啊我们刚刚 有啊我们现在看到哈这这是一个party就是你在这里是可以选择的然后我这里选择这个party penguins为举例哈这里party penguins 然后这里是他一系列的啊一系列的啊一系列的 然后在那个 在这边也是可以 RT penguins就这两个工具都是可以用的啊 他的总发行的我们可以看他总发行的就是10k就是1万个我刚说了哈大家尽量去选择 10k的啊就1万以内的啊那这种发行量然后这边的话也是一样的啊然后我们可以去选择哈 比如说我们sort by什么东西我rarity哈他的这个或者一般来说我们的price low到high哈他现在这个这边呢就是一个排序哈排序然后呃这里的话你可以比如说你想出多少个这个一天 也就是比如说呃我最少的多少啊0.5吧就举个举个例子啊 然后最大的一个就你自己的一个这个范围 那这边就会出来哈你可以去选择哈可以去选择 然后随便点开一个 然后他的一个参数啊这个可以去做一下参考吧去做一下参考 然后呃这边的话rarity啊最主要用到的就是呃包括我们在opensea里面也是一样 哎我跟c里面也是一样的哈他现在flow price是0.13然后我们这里也是从low到high ok然后你可以随便点开一个哈你看你喜欢哪个自己去拍就可以了 ok啊这个工具还是蛮好的蛮喜欢这个工具的 ok然后这两个工具大家可以去用哈大家可以去用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叫upcoming就是如果说你要去mint 呃mint就是相当于ico吧ico那你可以到这个upcoming这里 他这里就是即将这个进行的nft销售哈这里的话都有时间啊都有时间 然后他的supply在这里就是总共的这个发行量啊我刚刚已经说了哈不要超过一万他这边都还好 都是一万个以下哈最多就一万个啊基本上现在出来的都是比较少的 ok 然后刚刚说的有些山寨的你其实在这个时候 还有很多panguin 你看这里有什么hudgy penguins 啊就很多panguins 这些的话尽量大家不要去选啊不要去选 ok这个就是呃两个工具哈工具网站一个是openc 就是marketplace你是可以在上面进行交易的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Rarity 然后我们刚刚还有提到了这个 通缩机制的这个是SquareCats 然后的话这边下面有时间表 这个就是有通缩机制的 它会三个并为一个 这里可以看到一共是9999个 然后你可以三个并为一个 这样子的话就减少了它的一个总量 进行一个通缩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这边有它的时间表 9月4号什么giveaway 就是送嘛 然后你可以去关注 这个大家有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操作 它这边你可以去follow 首先你要follow 它会抽奖的抽几个 然后它送出 它会抽60个 Monday就是今天嘛 然后你可以去follow 然后like点一下like 然后retweet或者这个 share 我这边就share在这里 OK 就有我就随手这样做一下 也没有说想要花太多的时间 就了解一下它的整个的一个过程 流程 然后还还是蛮有意思的 这是第二个有通缩机制的 第一个就是superbonnies OK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 我不知道刚刚有没有提到 还有这个 fractional fractional 现在也是fractional 可能现在还没有说被很多人知道 这个就是fractional的它的一个网站 fractional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把它分割了碎片化 我我自己翻译成碎片化 我不知道到时候官方是会怎么翻译 或者大众会怎么翻译 但是fractional它就是一片一小块一小块 或者一小片一小片的 就是说你一整个比如说这个ladypunk ladypunk现在 是多少 最后拍下来是79.4个ETH 那79.4个ETH 相当于80个 那今天这个ETH已经是4000美金 那80 乘以4000美金 那是多少 32万美金吗 那这个还是相当 就价格是相当贵的 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承担得起的 所以 来看一下 ETH 现在差不多3900多 79.4 刚那个是79.4 对 31万美金 就31万美金 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图片 那你是要有那个叫什么 你是要有 呃 这个东西要有信仰 我觉得你拿在手上 这么多钱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图片 你要有信仰 就是你要懂艺术 像我这我不懂艺术的 就有收据吧 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你说让我花30多万买这么个东西 我还真不愿意 OK 但是这个就看你个人怎么去想的 有些艺术家 他他们的这个观念跟我是不一样的 OK 好 这边呢就fractional fractional的话 他是 他是会就是 他会做成这种 就发行token 发行token 比如说我是可以买 他总共发行了这个 这么多 是多少 百万 这100亿 他发行了100亿个token 当然你是可以买的 比如说 你用一个ETH 你是可以买多少 个lady 然后你就分的这样子的一个token 这个是token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可以去 大家可以去链上可以double check 检查 比如说7326 7326的话 我们刚刚看到7326 7326 就是这一个 这个的话 最后是 transfer 是这个人买 是 对 这个人买下了吗 买下了 那 可以去核对他的地址的 现在不知道怎么点不开 因为我有核对过地址 是OK的 比如说48cb 对吗 48cb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 他的owner就是ladypunk 可以点开48cb 就是这个人 这个地址 OK 然后 你是可以view on either scan 在这边 那这个48cb的地址 他创建了这个contract 然后发行的这个token 发行的这个token 然后大家可以买token 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那你一整个NFT 我是没有办法把它切割下来的 这个就是我我说说的 碎片化 碎片化是什么 他可以用这个NFT 他制作成这个token 发行多少个token 那这个token是跟他息息相关的 他这个token的话 我可以去打散的去卖 卖给散户 就是这些散户都可以拥有 相当于我拥有他的一个股权 我可以我也可以拥有 百分之多少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份额 这样子的话更多的散户可以参与进来 当然现在的话 目前来说好像fractional 这个东西还没有太多的人知道 ok 然后这个呢 就是 NFT 然后所有的东西 都是可以在链上去查到的 然后最后呢 这个 这个是在 特别说一下 这个是在Selona网上的 因为Selona目前 也是非常 这个呼声很高的 这个是相当于 Selona上面的OpenSea 也是他的一个marketplace 就是NFT的marketplace 而目前的话 因为OpenSea还是相当的知名度非常高的 所以OpenSea会有很多的这种copy者 仿造者 或者说 就好像Uniswap 当时出来之后 那很多什么sushi swap 然后还有什么pancake swap都出来了 但是Uniswap他的王者地位还是不可动摇的 那这个OpenSea也是一样的 ok 好了 这个就是 几个网站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顺便解释了一下两个 一个是通缩机制 还有一个是 他的一个 随便化 就是散户如何去参与 那也有很多人说 他这个NFT现在泡沫很大了 很多人都说泡沫很大 确实泡沫很大 是不是已经就是到了这个浪潮的顶端了 第一个他的市值还是蛮疯狂的 如果说一个系列是1万个NFT 那一个NFT如果说价值三个ETH的话 1万个NFT就达到市值3万个ETH 3万个ETH是多少 来看一下3万个 1 2 3 4 哇 各 10 百 千 万 十万 百万 千万亿 那就是1亿 1亿美金的市值 确实是很疯狂 ok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很少散户能够承担得起 购买三个ETH以上的这个NFT 相当于三个ETH已经相当于 看到今天的这个 呃 在计算的话 已经是1万2美金一个了 你说1万2美金去买一张图 你就说你愿不愿意吧 ok 那每天出来非常多的系列 因为太火热了 然后大家都来发行 什么各种山寨的各种都出来了 然后Minting的费用 啊很高 然后他的这个 矿工费也很高 啊 泡沫就已经很大了 当然我们还有他的一个 发展空间 因为虽然说泡沫很大 但是呢 他短期真的是不能破掉 这个也不好说哈 第一个 社区他依旧在不断的成长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 他在他想要去了解NFT 他想要去玩这个东西 而甚至很多机构 跟迷人也参与进来了 好没有看到很多的新闻 然后包括这个 叫什么 Tron 波厂的创始人 Justin 他也买了一个这个NFT ok 第二个NFT可作为炫耀的资本 作为富人的象征 因为我有一个NFT 我这价值可能十个ETH 或者一百个ETH 就好像我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珍藏品 收藏品 艺术收藏品 是不是 就觉得 就就是你这个东西是可以去炫耀的 但你的前提是你NFT 真的是能够长起来哈 那第三个 他有一直在创新啊 比如说我刚刚说的Fractional NFT就是他会做成就发行token 发行token 然后散户是可以拥有 比如说 一小 一小部分份额的这个NFT啊 也是拥有者 包括通缩机制 我刚刚说的啊 通缩机制 现在就是 就是那个 Super Bonneys 跟Square Cats 目前就这两个 是有通缩机制的啊 第四个 Fractional NFT概念逐步出来啊 刚刚已经提到了 那使得更多的散户 可以参与其中第五个 很多圈外的人 也开始参与到NFT 很多人不懂区块链 他不懂比特币 不懂以待房 但是他懂艺术 就是 比如说娱乐圈的人啊 或者说艺术圈的人啊 因为NFT的话 他是怎么说呢 就他在链上 他是去中心化的 所以啊 包括很多这个迷人的创作啊 啊 你比如说给到中介去打理 然后画 他这个创作的东西 一旦收出去的 跟自己就没有关系了 但是你在 NFT领域的话 你你你就是每金一手 因为他都是可追溯的哈 你每金一手 那这个原来 原先的那个创始人 他都是可以分得一定的佣金的 所以 这个对于这个艺术创造家来说 还是很有 很有诱惑的啊 OK 好了 那今天 这个就基本上 NFT就是 现在的状况 以及玩的哈 我刚刚说了 怎么去玩 要注意要点哈 呃 基本上 带矿就是这样子 好 我觉得 这么多信息已经足够了 接下来就是 你如果要玩的话 你就要 一定要 怎么说呢 做好选择 然后留意 什么时候进入 什么时候出手 那如果说你实在没有把握的话 就不要去碰哈 可以去多观察 因为我觉得 呃 这种 就是赚钱 就是低买高卖哈 有点 有一种是投机赌博的性质在里面 OK 这个也不是所有人能够玩得来的 好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讲到这里 大家记得去关注我的电报频道哈 里面所有的就是最快的信息 我都会更新在里面 啊 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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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